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土包子,连你的手指头也比不过 后来,他跪在雨里求我回头 我也跟他说,玩完而已,早就腻了 下课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 一出教室门口,我就远远看见 铃声打着伞站在雨里 他一个大笑草,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照顾他 跟我在一起后,他反而照顾起我来 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的那些朋友都觉得 他只是换换新花样 但现在我们已经恋爱三年了 他待我却日益深情 他的朋友们都沉默了 同行的朋友们语气中带着几分羡慕 哎呀,某人的林大笑草又来了 真是羡慕死人了 听到这些话,我却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静止走上前,挽住了他的手臂 一路上,林身拔伞往我身上偏 走到半路风更大了 他又将外套脱掉,盖在我身上 他深情地望着我,语气温柔又宠溺 嘉欣,待会儿想吃些什么 我没有说话,他也不恼 自顾自地往下说 还是去外面吧 学校食堂里都吃腻了 咱们去你最喜欢的那家餐厅 我让老板给我们留个好位置 看着他满脸期待的样子 我点了点头 路过的女生传来窃窃私语 真不知道他上辈子是不是拯救地球了 林大校草竟然这么爱他 爱我 我侧头看向林身 对视的瞬间,他对我讨好似的笑 那双美丽的桃花眼,感觉满是深情 这和学校论坛里高冷的学霸校草截然不同 这是他对我的偏爱 可如果真的爱,又怎么会背着我和小学妹约会 林身爱我这件事,全校人都知道 和我在一起前,他是学校的风流笑草 抽烟,喝酒,泡巴,身边的女友一天换一个 可自从我们恋爱后,他把这一切习惯都改了 知道我不喜欢烟味,他就一声不吭戒了烟 偶尔出去和朋友聚会,他也是滴酒不沾 说是家里老婆管的盐 一次迎新晚会上,暗恋他多年的一个学姐喝了点酒 就开始为难我 林身知道后,就去找他算账 之后我就没有见过那个学姐 后来才听别人说 林身家里背景强大 逼迫那位学姐退了学 这时,周围的人才意识到 林身对我是真的 没人再敢惹我 但背后却少不了嘲讽 我理解他们 毕竟我只是一个孤女 实在是配不上林家的那位天之娇子 我也曾退缩过 但林身总是坚定地站在我身后 我记得有一次,我提出分手后 林身拿着鲜花在我宿舍楼下站了一整晚 完全不顾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第二天,我出来后 他冲上来拥着我 声音颤抖 加薪,永远不要再离开我 我泪流满面 也紧紧地抱住他 以为遇到了我的救赎 可如今才过了不到三年 这个说离不开我的男人 却把我发给他的求和消息 给学妹看 和他一起嘲笑我 玩玩而已 已经腻了 他一个孤儿能怎么样 除了我 没有人爱他 还是小宝贝好 他连你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如果语言能杀人 我已经千疮百孔 吃完饭后 我们一起回到在校外租的小公寓里 一到家 林申就把我拉过去 给我吹起了头发 还顺便煮了碗姜汤 我贤苦 他又亲自喂我 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听话 不然要感冒的 外面的雨还没有停 我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林申洗完澡 又换了套衣服 他拿起车钥匙 走到我面前 又蹲下来 在我额头留下 深情一吻 我们组约好今晚 在学校实验室 做小组作业 可能回来的会很晚 你不用等我 早点睡 我努力朝他挤出一个微笑 不要走好吗 今晚陪陪我 这么想我吗 那我保证 早点回来 说完就要离开 我连忙从身后抱住他 他有些愣住了 但过了一会儿 还是松开了我的手 我们都约好了 乖 听话 我保证会早点回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停住了 嘴巴动了动 但最终还是 什么都没有说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给我的 只有关门声 片刻后 我将眼泪擦干 没有坐电梯 直接走楼梯 去往地下停车场 我躲在拐角处 看到十三楼 也有人下来了 是个大波浪卷的女人 穿着拖地长裙 婀娜多姿地走过去 前面停着的是 临身的车 那女人敲了两下车窗 下一秒 车门打开 她也被拉了进去 随后车就有节奏地 摆动起来 我在黑暗中看了很久 直到全身僵硬 才转身上楼 刚开门 我的手机就响了 是学妹 她们这么快就做完了 沈嘉欣学姐 你的男朋友 味道不错哦 事实上 临身出轨的事 我前几天就知道了 这位小学妹 丝毫不放过任何向我挑衅的机会 换各种小号加我 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 我怎么也翻不到边 最新的那一张 小学妹跟临身说 学长想玩停车场play吗 临身回 记得穿上我给你买的礼服 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 我只是不死心 还心存一点幻想罢了 现在亲眼目睹了 也就不再自欺欺人了 这雨下了一晚上 临身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不知道他们在车里 搞了多少次 她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慢慢掀开被子 在我身后躺下 然后从背后抱住我 很快 她温热的气息 便萦绕在我脖梗 我脑海里不断浮现着 停车场的事 甚至是那些 我没有看到的 车里面的场景 想到这 我下意识地 从她怀里挣脱出来 看到我脸上血色尽湿 眼眶发红 临身吓坏了 焦急地询问我怎么了 她把手俯上我的额头 看没有发烧 才松了一口气 目光专注地望着我 语气里满是担忧 怎么了 宝贝 听到这声宝贝 我一阵恶心 我盯着她的眼睛 想从那张担忧的脸上 找到一丝虚假的痕迹 但完全没有 她的关心 她的着急 都是真的 这更加地让我恶心 突然之间 什么都不想装了 我甩开她的手 直接摊牌 临身 12楼的小学妹送回去了吗 小学妹叫苏婉 比我们小俩二届 她们初次见面 是在迎新晚会上 我想起来那天 我抱着一大堆 演出服装 给临身打电话 想让她来接我 但打了好几通 都没有人接 我只能顶着烈日 搬了一趟又一趟 而就在旁边的化妆室里 她们俩一见钟情 翻云覆雨 那天 临身头一次回来得很迟 说是在宿舍里睡着了 不停地跟我道歉 我当时很信任她 觉得只是一件小事 便没有追问 还反过来 让她不要在意 没想到千里之题 溃于以学 很多事情 在发生前都是有征兆的 而我却陷在临身的温柔圈里 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从那之后 他们两人就经常搞在一起 除去跟我在一起 剩下的时间 临身都在陪她 渐渐地 临身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越来越长 而我既然傻傻地认为 她是因为快毕业了 才那么忙 忙到回来的天数 越来越少 忙到有时候 一周都见不到她的人影 甚至为了能随时随地 见到她 临身在我们的楼上 给她也买了一个公寓 她可真是幸福 一个楼里 两个女人都在等她 想去哪就去呢 外面的雨还没有停 时不时传来几声雷响 在听到我的话后 临身的脸上出现了一丝 肉眼可见的慌张 但马上又隐藏起来 装作一脸疑惑的模样 嘉欣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我觉得有些可笑 但还是耐心地给她解释 玩玩而已 已经腻了 她一个孤儿能怎么样 除了我 没有人爱她 还是小宝贝好 她连你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还有刚才在停车场的事 我需要帮你回忆一下吗 最后一句话 我几乎是嘶喊出来的 临身的表情 从疑惑到恐慌 最后愣愣地跌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连嘴唇都在止不住地哆嗦 哽咽着喉咙 嘉欣 我 我错了 她跪着向我爬过来 我崩溃地望着她 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临身 你出轨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 哪怕一次 我以为我们是相爱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如果不爱了 你可以告诉我 难道我还会缠着你吗 我崩溃大哭 朝着她的脸 一巴掌扇了过去 她的嘴角流血了 手还是紧紧抓着我的腰 疼吗 可这疼痛远远不及你带给我的万分之一 我看着面前的临身 突然就觉得很可笑 一个人的爱 怎么可以那么真又那么假 我无法理解 也永远做不到 把爱分给两个人 她是怎么做到 上一秒刚刚跟苏薇缠绵 下一秒就能泰然若知地抱我 恶心 真的是太恶心了 我甩开她的手 一步一步地向后退 铃身面色铁青 声音哽咽 对不起 佳心 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窍 我对她只是完完而已 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只爱你一个人 这些话 你对苏薇也说过 她眼眶失红 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只是完完 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铃身 我们分手吧 不 我不同意 她真的哭了 以往我最舍不得她流眼泪了 但现在 看到她这副模样 我真的 只剩下恶心 铃身 你太恶心了 我们就这样吧 我拉着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铃身低哑的喊叫声 离开那个公寓后 我搬回了宿舍 社友们都有些惊讶 但看到我的状态 谁也没有说话 我想起来这些年 他们不止一次说过 铃身靠不住 但我一次也没有听进去 甚至为了维护铃身 与他们越来越疏远 最后还搬出了宿舍 半夜 我上厕所回来 床上摆满了零食 我看向社友 他们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想起来 大一刚来那会 我们就定下了这个规矩 宿舍内如果有人失恋 社友们就要给他满一床的零食 想到这 我泪流满面 第二天 宿友们见我情绪不佳 便拉着我出去散心 我与铃身在这个学校 有过太多美好的回忆 导致我现在走到哪里 他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 门口的宣传栏上 已经换了一批名字 我记得 那时候我跟铃身在一起 还没多久 在众人眼中 他依然是那个风流校草 刚刚跟他分手的女生 造黄瑶诋毁我 还把我的照片贴在宣传栏上 配文小三 不要脸等字眼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铃身把周围的照片都撕了 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看到我 满脸愧疚 不停地跟我道歉 回去后 他将所有的头像都换成我 连网名也改成 为爱加薪 他的前女友也因为诋毁我 被送进了监狱 我至今都清楚地地记得 他那时说的话 沈家新 我用生命启示 绝不负你 可这才过了多久 我们俩却已经面目全非 大三那年 他带我回家见父母 餐桌上 因我误喝数口水 他的妈妈嘲笑了我一句 铃身就气地掀了桌子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他是我的爱人 以后也会是我的妻子 我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必要再留在这个家里 说完便拉着我离开 一路上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 再也没有松开 那一刻 不可否认 他是真的爱我 短暂地休息过后 我和室友回到宿舍 远远就看见门口挤满了人 不禁才看见 宿舍门口放满了鲜花 每一树上都放着小卡片 送给最爱的家心 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感叹 天哪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 真是羡慕我们这些单身狗啊 我的室友站在旁边 面面相去 都有些尴尬 我却只觉得讽刺 什么最爱家心 林申现在最爱的 应该是苏薇吧 我走上前 拿起门口的玫瑰花 当着所有人的面 扔进了垃圾桶 室友看到后 也来帮我 在所有人惊愕的表情中 我缓缓开口 我和林申已经分手了 啊 我磕得CPB了 我就说嘛 他们谈不久 周围人开始窃窃私语 有些唏嘘 有些幸灾乐祸 我不同意分手 这时楼道里传来一个声音 是林申 他满脸深情地望着我 嘉欣 我们谈谈吧 此话一出 我看到跟在他身后的苏薇 脸都绿了 他肯定以为挤掉我 他就能成为林申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但林申的态度 让他有些错愕 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目光落在林申身上 我平静而坚定地开口 林申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也不希望我闹得难看吧 说完 我便饶有意味地看了眼苏薇 林申沉默地看着我 眼睛星红 过了许久 他缓慢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我不同意 苏薇的脸色更差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林申 而林申却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这场闹剧我实在是不想持续下去了 我从不走回头路 林申 再见 说完便和摄友回到宿舍关上了门 宿舍门口的事 被人拍照发到了网上 有人甚至别有心机地 拍上了苏薇的表情 学校论坛顿时炸锅了 我的妈呀 都什么狗血剧情 前任带着小三来示威 前排的你错了 是女朋友泰作 结果被新欢踢出了局 你们都错了 是林大校草贵求和沈嘉欣 学姐复合 我当时就在现场都看到了 啊 哭死在厕所了 这是我磕了三年的CPR 我想了想 给最后一个评论点了赞 并评论各自安好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分手了 我的微信又弹出一条新消息 是林申原谅我这一次 我笑笑便将他拉入了黑名单 室友问我真的不原谅他了吗 我坚定地回答 是 社友好像松了一口气 看着我突然笑了 恭喜你 又做回自己了 我愣住了 突然意识到 这几年 我确实有点迷失自己了 我爱林申 我信任他 我被困在他虚假的爱里 忍受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每天担心自己 是否配得上他 想到这 我哭得泣不成声 我真是个傻子 傻子 社友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明白 在他的眼里 我一直都是沈嘉欣 不是那个看起来 人人羡慕的林孝草的女友 毕业后 我选择继续读书深造 我得到了一个 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 这期间 林申找过我无数次 也给我送了很多的礼物 我拆都没有拆 悉数扔进了垃圾桶 出国那天 我到飞机场 远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是林申 他看起来状态不太好 头发留得很长 胡子拉叉的 身上满是酒味 我静止走过去 看也没有看他 擦肩而过的瞬间 他从身后拉住了我的手 嘉欣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甩开他的手 林申 你知道的 我从不走回头路 对 对吗 这就是你 沈嘉欣 永远那么干脆 永远那么独立 我有时真的希望 你能示弱一点 让我能保护你 可你 所以 你是选择去保护苏薇了吗 我实在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我不禁觉得有些可笑 仿佛眼前的这个人 我从来都没有看透 但我真的懒得在跟他废话 三观不同 林申 不要再来找我 我真的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几年后 我回国 刚下飞机 就收到了一条消息 打开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 内容是几张图片 苏薇挺着大肚子 手里带着一个明晃晃的钻戒 画面中 他将手伸到前面 像是故意向我炫耀 对此 我毫无波澜 想了想 还是将图片原封不动地 转发给了另一个人 这次回国后 我顺利地被母校聘为讲师 再次回到学校 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我的心境却不同了 通过不断地学习 我感觉到生活越来越充实 我心仪的讲课方式 受到很多学生的喜爱 几年后 我又晋升为教授 以前的那些社友们 也都找到了各自心仪的工作 偶尔聚在一起吃饭 谈起以前那些事 只觉得时过境迁 之后 我的工作越来越忙 再次见到林申的时候 我都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看起来苍老了不少 才三十过头的年纪 耳边都有白发了 这次见到他 我没有像以前那么抵触 我淡定地上前 跟他打招呼 他稍微愣了愣 过了半晌 才有些吞吐地开口 嘉欣 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那么漂亮 可你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 现在是又老又丑 我瞄了一眼他的肚子 现在你都不健身了吗 身材怎么成这样了 林申的脸都白了 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他肯定没有想到 我会这样嘲笑他 那天都不用我驱赶 他就落荒而逃 从那之后 虽然没有再见到他 但毕竟同在一个城市 偶尔同学聚会 同事聚餐 也能听到他的消息 哎 你们听说没 咱们学校以前那个校草 叫什么来着 林申 就是他 我前几天听说他 被他老婆给绿了 两个儿子 一个也不是他的 笑死了 确实有点好笑 我也忍不住幸灾乐祸 我怎么听说是他家暴呢 我姑妈和他一个小区 听说两口子天天打架 话还没说完 那人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有些意犹未尽 忍不住想把他叫起来 继续听八卦 家暴 这可和我印象中的林申不太像 我以为他一直都是温文尔雅来着 原来也是伪装的 人哪 真是本性难料 以后还是要擦亮眼睛 我对自己这么说道 又过了两年 学校里来了一个年轻的文学教授 戴着副眼镜 看起来很文雅 只是每次见到我时 他都会把头低下去 偶尔搭句话 我看见他的耳朵都红透了 那天下课的时候 我在门口又见到了林申 他真是越来越胖了 他要是不开口说话 我都怀疑是不是我认错了 他说要请我吃饭 我就把他领到了学校食堂 我坐在那里没有动 林申就帮我打好了饭 是我喜欢的那些 上了一天课 累极了 我努力干饭 林申在旁边喋喋不休地说话 我懒得搭理 谁知他越说越激动 最后跪在地上 从口袋里取出来一个戒指 嘉欣 我爱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重新来过吧 我被他的操作惊掉了下巴 林申 你脑子没病吧 别说你现在这副中年油腻大叔模样 就是以前的校草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我也腻了 毕竟咱们都是玩玩而已嘛 一年后我订婚了 就是和那位看到我后会害羞的文学教授 在我的生日上 被众人怂恿的他 拿着鲜花和戒指 颤颤巍巍地来跟我表白 学 学姐 我叫文鱼修 众人哈哈大笑 我微笑着看向他 鼓励他往下说 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从小学开始 我就一直跟在你身后 你是我的榜样 也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我努力回想我的前半生 印象中 好像是有那么一个文文弱弱的男生 总是出现在我身后 但已经记不清了 学姐 你相信我 我现在能够保护你 我以前在学校是全机社的社长 现在也会天天去健身 你看我的身体 说完他便脱去了上衣 众人哈哈大笑 而我不知什么时候 已泪流满面 原来在我看不见的那些日子里 也有这么一个人 在为了追寻我的脚步 而默默努力 好的爱情 就应该是相互成就 我与文鱼修正式恋爱 三观契合 地位不相上下 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我没想到 再次听到林申的消息 却是他已经不在了 大厅之下才知道 苏薇和情夫勾结 想转移林申的财产 却被他发现 打斗中 林申被意外捅了一刀 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那两人也被送进了监狱 剩下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 被丢给林父 林母养育 苏薇的那个情夫我知道 也适合我们一个学校 当初我和林申分手时 他就找上了我 问我想不想一起报复他们 我拒绝了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能 浪费在渣男贱女身上 后来林申和苏薇结婚后 苏薇向我挑衅地发来那些照片 我反手就全发给他的那个情夫了 林申下葬的那一天 我还是去看了他 照片上的他神采飞扬 和十八岁的样子所差无几 但我明白 他早已不是那个他了 这时我已经结婚两年了 女儿指着墓碑上的照片 问我那是谁 老公在我身后抢答 那是你妈妈认识的一个坏叔叔 他的表情还愤愤不平 我忍不住发笑 下山的路上 儿子想让老公背 老公却蹲下来要背我 一片混乱 只有女儿 远远地走在前头 无奈地服额 哥哥 你就放弃吧 有妈妈在 爸爸是永远不会背你的 儿子听完 追过去要打他 我和老公相视一笑 这应该就是幸福吧 故事二 我和未婚夫很恩爱 结婚前一周 突然有人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是未婚夫出轨的照片 我愤怒之余 想出了一个让这对奸夫淫妇 身败名裂的方法 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我和未婚夫很恩爱 结婚前一周 突然有人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是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我愕然 没想到未婚夫居然会出轨 更没想到出轨对象竟然是他 我叫刘肃 是985毕业的高材生 但是毕业以后 我没留在北上广 又回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 陪在爸妈身边 考了事业边 也算是有了铁饭碗 在这个小县城 有了事业后 结婚就成了头等大事 我是一个不喜欢主动接触别人的人 没谈过什么恋爱 也并不排斥相亲 我想如果能通过相亲 找到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人 也不是不行 家里人一听我这话 急忙张罗着给我相亲 妈妈还特意委托了我的六姑做媒 六姑家境殷实 现在四十几岁的年纪 依旧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美人 她和六姑父感情很好 是家族里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从来没听说过 他们吵架红脸 日子过得跟蜜一样甜 羡煞旁人 妈妈说六姑这么幸福的人 给我做媒 就当讨个好彩头 所以在六姑的介绍下 我认识了另一个事业单位的张扬 张扬是一个很符合当下审美的男人 高个子方脸浓眉大眼 笑起来有点憨憨的 不会什么花言巧语 人看起来很老实 经过一个多月 我也慢慢和她熟络了起来 不久我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恋爱以后 张扬非常体贴 在细节方面总是能做得很好 尤其是很能满足我的情绪价值 我生理期的时候 肚子很容易痛 在我下班的时候 她就会开车来接我 车里还放着暖宝宝 热水袋 红糖水这些东西 她经常早上在我们楼下 买好早餐等我 周五晚上必然会带我出去吃饭 美其名曰 生活要有仪式感 每逢节假日 她还会给我买一些小礼物 像寄饭吸口红 香奈儿香水这类东西 正好送到了我的心坎上 其实我也想过 这样一个老实芭蕉的人 怎么这么会送礼物 直到有一天 我翻到了她的手机浏览记录 发现她在每次挑选礼物的时候 都会认真地看网上的评论和视频 试问现在还有哪一个男人 有这样的巧思呢 我们就这样平稳而愉快地度过了半年 这半年里 我对张扬的感情越来越深 毕竟这样一个体贴入微的男人 我很难不心动 再加上家里人催婚 我和张扬就订了婚 并且确定了婚期 自从我们订婚以后 一切事情就更不需要我 操心了 张扬也对我越来越好 事事以我为重 生怕我哪里不满意 在张扬宠女儿般的宠爱下 我的性格好似也骄纵了许多 有时听到别人稍微不客气的话 我都会觉得委屈 然后跟张扬撒娇诉苦 虽然我们现在只是订婚 但是离结婚的日子也不远了 结婚以后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不想工作的话 也可以待在家里 毕竟虽然是事业编 但是其实也还是挺累的 张扬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开出的条件也让人非常心动 事业编工资也不是太高 你一个人上班 以后会很辛苦的 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比较好 我拒绝了 但是有那么一瞬间 我确实有些动摇 毕竟在这样的温柔公式下 很多人都会头脑发热 那好吧 张扬并没有勉强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这句话 使有些不太开心的样子 怎么了 我不工作 你更开心一点吗 我有些疑惑 是啊 毕竟我不想让我的老婆受委屈 在家的话就没人使唤你了 去单位被领导忽来喝去的 我心疼死了 张扬一边温柔地说 一边将我抱在怀里亲了一口 好 有机会我可以考虑考虑辞职 听着这话 我的心里满是甜蜜 对将要到来的危险 丝毫不知 要不就这几天吧 正好我们的婚期也快到了 正好完了就去度蜜月 你想去哪儿 听了我的话 张扬眼睛里放光 催促着我赶紧辞职 再等两天吧 等结了婚再说 我还是有些不太愿意 毕竟我也怕结了婚以后 没什么事情做会很无聊 张扬没再说什么 但是我感觉 他的情绪没有刚刚高涨了 这让我感觉有些奇怪 眼见结婚的日子就要到了 我的心里也越发紧张起来 最近不知怎么的 张扬加班越来越频繁 甚至有的时候顾不上回我的消息 转眼就到了结婚前一周 下班时我给张扬发消息 他没回复 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到他单位门口去等 却被他的同事 告知张扬跟领导出差去了 出差 怎么没听他说呀 嫂子 也是那会快下班的时候 领导临时指定的 特别紧急 说是给领导开车 杨哥可能没顾得上跟你说吧 也是 我点点头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 张扬也没给我回消息 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一张彩信 这年头了 谁还发彩信 我点进去一看 差点惊掉了下巴 这是一张床照 只见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人在床上躺着 男主是张扬 而女主竟然是我的六姑 我根本不敢相信 我不相信张扬会出轨 更不相信对象会是我的六姑 他可是我们的媒人啊 这是我遇上的最荒唐的事 我的手颤抖着 大脑里反复盘旋着这些照片会不会是P图的想法 你是谁 为什么要给我发这种短信 这是P图吧 你有什么目的 我快速给这个号码发了一条短信 那边也秒回了 除了这张照片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加个微信聊吧 微信号是 XX我加上了微信 那边立刻给我发来了几张其他的照片 无一例外 都是张扬和我六姑的 接着 微信那头还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我点进去 六姑那独特的声音 立刻传入了我的耳朵 我红着脸赶紧关掉 但是六姑的叫声 还在我耳边挥之不去 我又羞愧又愤怒 如果照片可以PS化 那视频怎么说 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你不要管我 照片和视频是哪里来的 我就问你一句 这样的人 你还愿意嫁吗 你是谁 我是张扬的前妻 你就叫我陈丽吧 什么 前妻 短短几分钟 我接受了太大的信息量 感觉自己快要眩运了 我可没听说过张扬有前妻 你怎么证明 张扬每天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会准时给他妈那个老女人打电话 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青椒 她的左脚脚趾有一块肉 没有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了 一直没有尝起来 那边发了一长串话过来 只是看到前面我已经感到心跳加速 一口气喘不上来 就算这个女人不是张扬的前妻 也一定跟张扬有着肥浅的关系 毕竟这些我作为她的女朋友也才知道不久 你有什么目的 想阻止我和张扬的婚姻 前妻这个身份太敏感了 就像现女友总是忌惮前女友一样 我只是不想让你也被骗 说着陈丽一个视频打了过来 我阴差阳错地点击了接受视频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美丽 但是却有着疤痕的脸 通过她的描述 我才又一次认识了张扬 张扬的确是她妈 寒心如苦带大的 所以张扬有些妈宝男 而且他们的亲情 在几十年里变了位 逐渐演变成了扭曲的似不像的感情 张扬大学时谈了恋爱 高高兴兴地跟她妈张翠芝说 结果张翠芝不像以前张扬 给她分享其他事情时那样高兴 还责怪她不好好学习 要求她快点分手 张扬没有答应 觉得张翠芝莫名其妙 但是张翠芝一哭二闹三上吊 愣是把儿子的恋爱给搅黄了 起初张扬很生气 但后来那个女生脚踩两条船 被公布在了网上 张扬就以为 母亲是早已经看透了这个女人 是为了保护自己 从那以后 感情上的事 她也会听张翠芝的 等张扬闭了业 又和陈丽谈了恋爱 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时 陈丽并没有觉得张扬妈宝男 因为她的态度和对我的一模一样 体贴入微 逢年过节会送礼物 两个人吵架 也总是张扬先认输 而且也不像其他妈宝男一样 把我妈说挂在嘴上 张翠芝也不像张扬谈第一个女朋友那样 反而是根本不管他们两个之间的事 所以当张扬跟陈丽说这件事的时候 陈丽也觉得张翠芝就是看透了儿子的第一个女朋友 才逼着她分手的 陈丽真心觉得这个婆婆很不错 于是两个人没过多久 就结了婚 婚后 张扬的态度逐渐变化起来 先是要求她把工作辞了 她不辞职 张扬就软硬兼施 甚至还跑到她单位上求她 骂她 各种招数都用过来了 最后逼得她不得不辞职 她辞职后不仅把所有的家务都包了 还充当张扬的出气筒 张扬又让她一直在家待着 不许出去 就连回趟娘家都得报备 陈丽想不通张扬婚前婚后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 她只好向婆婆张翠芝求助 哪知道张翠芝不但没有责怪张扬 反而倒打一耙说都是她没工作 害得现在张扬一个人养家 忙里忙外 她这个当妈的看着心疼死了 她想跟自己家里人说 也想过离婚 可是每次提到这些 张扬就会拿出他们的亲密视频 威胁她要发给她全部的亲戚 陈丽根本不知道这些视频 是什么时候拍的 对于陈丽每次都骂刘扬 却不离婚 家里人时间久了 也只当她是发发牢骚 也不再劝两个人离婚 说到这里 陈丽已经气不成声 她拉开袖子 裤腿 一个个伤痕 依旧触目惊心 这都是被她打的 听到这儿 再联想到之前张扬 叫我辞职的事 我感觉一阵后怕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和她妈不正常 陈丽开始怒吼 有一天她喝醉回家睡着了 我偷偷用她的指纹 开了她的手机 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但是从她的另一个口袋里 我翻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机 我用她的指纹打不开 试了好多密码 结果你猜是什么 是她 妈的生日 她和她 妈的聊天记录 简直不堪入目 张翠芝发给张扬一张照片 是和一个头快秃了的老男人 她依偎在她怀里 面露春风 张扬却咆哮了 她说 你再让别的男人碰你 我就去死 张翠芝回复说 你碰她 我就这样折磨你 说到这里 陈丽忍不住呕吐起来 而我从这些信息里 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这种不符合道德的感情 让我也感到 胃里翻江倒海 张扬接着问张翠芝 让她怎么做才能满意 张翠芝就说 别对我太好 从那以后张扬打我更频繁了 而每次张翠芝来家里 看到我浑身伤痕 都是一副得意的样子 结果后来张翠芝不知道 那根神经搭错了 为了让张扬吃醋 就跟各种男人出去 跳舞暧昧 张扬为了报复她 也去认识那些老女人 就认识了刘素贞 刘素贞这个女人 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张扬才和我离了婚 刘素贞 是我六姑的名字 这些事 难道就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和张扬谈恋爱这么久 从来没听说过 她有一个前妻 我觉得她的故事是很悲惨 但是疑点太多了 恶魔的身边也是恶魔 陈丽冷笑一声 她的朋友同事 玩得比她还花泥 怎么可能说 都在互相包庇 你今天去他们单位 她的同事 是不是告诉你 张扬有急事 被领导叫去了 是 我沉声回复 你在跟踪我 不是跟踪你 只是今天路过的时候 恰巧碰到罢了 不瞒你说 这是张扬和她的同事们 惯用的伎俩了 陈丽又冷笑一声 接着到以前 我去她单位找她 她的同事们 也是这样 跟我说的 结果你猜怎么着 张扬正在外面 跟那些老女人 不清不楚呢 恰巧碰到 恐怕是预谋已久吧 我没有揭穿陈丽 继续发问 你说你被张扬打了 那你怎么不报警 报警 我的视频还在她手里 我报了警 的确可以将她绳之以法 但是如果把她逼急了 视频被发出去的那一刻 尽管我是对的 也会被别人指着点点 不是吗 以后我还怎么见人 说着 陈丽的神色痛苦不堪 是啊 受害者有罪论 一直盛行着 看到一张图片 就造谣声势不在少数 害得多少生命惨死 更何况是这样的视频 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雨 这种行为 本质上是一种驯服 让人患得患失 充满不安全感 等待着那个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降落的惩罚 人一旦陷入这样的泥潭 便会跟沼泽一样 越陷越深 那张阳和我六姑 不 刘素贞 我还没说完 陈丽接过我的话茬 最初张阳是为了让张翠之吃醋 才和刘素贞在一起的 后来他们日久生情了 张翠之再怎么哭闹 甚至到了喝药洗胃的地步 张阳也只是去医院看了他一眼 让他别再作妖了 张翠之没办法 只能接受刘素贞 现在他们三个之间 一直保持着这种不干不净的关系 要我说还是刘素贞道高一筹 这就是一报还一报 我六姑就比张翠之小四五岁 他们还真是全天下最奇怪的命运共同体呀 听到这里 我确实震惊了 不得不说陈丽描述得太过于真实 让我的心里生起阵阵怀疑 其实你也不完全是为了我吧 你是想让我替你报仇 我当然不是傻子 陈丽如果不是有别的理由 怎么会对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泛起同情心 那边顿了顿事 我承认 我想让你帮我报仇 但是报不了也没关系 只希望你别踏上这条不归路 说实话 我的确很爱张扬 毕竟他算是我的初恋 我以为我获得了一份人人羡慕的爱情 一次就遇到了对的人 没想到竟是一只披着羊蹄的狼 而我的六姑 刘素贞更过分 竟然把她的拼头介绍给我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还是说 我也只是他们推中的一环 想到这里 我一阵恶寒 想到自己竟然还爱过这种的人 我更恶心 你想怎么报复他 我只知道这些事 但是没多少证据 刚刚的照片和视频太少了 他那种人死猪不怕开水烫 根本对他构不成威胁 而且我也不敢 我被打怕了 被威胁怕了 我不敢去和他正面对质 而且万一他把我的照片和视频发出去 我还要做人 陈丽说着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看起来楚楚可怜 越发显得脸上的疤痕 有些猙獰 好好的一个人 竟然被折磨成了这个样子 我有办法 得先证明 这个女人画的真实性 我心下暗想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提着两个礼盒 去了张杨家 未来婆婆张翠芝 热情地给我开门 素素来了呀 快进来 来都来了 怎么还提东西 杨杨也不知道拦着点 杨 张翠芝往后瞧了瞧 见只有我一个人 显得颇为尴尬 我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阿姨 张杨不在家吗 昨天下班他说 您病了 要赶快回家照料 张翠芝愣了一下 立刻反应过来 对对对 你看看我这是烧糊涂了 昨天我在发烧 就让张杨来照顾我 他这回下楼 给我买药去了 你先坐 我给他打电话 看张翠芝的反应 我多多少少也明白了 张杨肯定跟他妈说 昨天跟我在一起呢 好的阿姨 我不动声色 顺势坐在沙发上 只见张翠芝拿着手机 往卧室里走去 关上了门 我连忙起身 悄悄跟了过去 张杨 你在哪呢 放你娘的狗屁 还不赶紧滚回来 听到这里 我赶忙退回了沙发 真没想到张翠芝 平时看着举止文雅 没想到连自己都骂 素素来了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张杨一进门看到我 先是有些吃惊 很快便泰然自若起来 昨天晚上出差完太晚了 领导就说找个地方留宿 硬是拉着我说家长里短 我也没机会看手机 张翠芝听到这话 看了我一眼 脸色微变 语气不悦没事 领导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相信素素也能理解 对 我就是今天过来看看阿姨 你要是忙的话 就先去上班吧 上什么班呀 今天是周末 刘杨微笑着 走过来轻易地揉了揉我的头 是啊 素素是不是忙着给忘了周末了 来 阿姨给你加点水 张翠芝说着 走过来从我手中接过水杯 我对上她的眼睛时 却从中看到一闪而过的厌恶 联想到刚刚张杨摸了摸我的头 难不成张翠芝吃醋了 回到家后 许是怕言多必失 张杨也没再跟我主动解释什么 而我多多少少有点信了陈丽的话 张杨母子的行为怪异 说的话也前后对不上 现在虽然不能肯定张杨是出轨了 但她昨天绝对没跟领导出去 今天晚上我要和千千出去 就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 我给张杨发了一条信息 那边很快回复行 我的心里一冷 看来张杨今天是有约了 约到结婚跟前 她越是心思泛滥 晚上 我把这些事一五一时的 跟千千都说了 她奶奶的 竟然是个恋母痞 真恶心 你赶紧退婚 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转眼就到了结婚的前一天 千千说要去商场买点东西 让我在家等着 她一会就来陪我 素素 你说张杨多大来着 你上次说我忘了 比我大四岁 今年三十了 她妈长啥样 你有没有照片 有 我打开张翠芝的朋友圈 转发了两张照片给千千 那边好久才回复消息 你看这个人长得像不像张杨 虽然照片不太清晰 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张杨 挽着她手的 是我的六姑 两人甜蜜的如同一对情侣 这就是张杨 你等着 我这就去搅了她的场子 别别别 你在商场门口等我 我这就过去 没几分钟 我就到了商场门口 千千已经在等我了 我拿着她的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又加上张翠芝的微信 把照片给她发了过去 还得是你 千千给我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张翠芝果然不负期望 只见她怒气冲冲地 从出租车上跳下来 就冲进了商场 不一会儿 三人就从商场里出来了 张翠芝在两人后面 骂骂咧咧 而刘素贞 则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 张杨一边护着刘素贞一边 让她妈别再骂了 但张翠芝嗓门越提越高 引来了众多路人围观 刘素贞眼见躲不过 招手响上出租车 却被张翠芝拉住 剑 人 你要到哪里去 勾引我儿子 你都能当他妈了 要不要脸 张翠芝 你非要在街上闹吗 张杨生气急了 她一把打掉张翠芝 拉着刘素贞的那只手 让刘素贞上车 先行离去 你敢叫我的全名 张杨 你出息了呀 为了那个女人 连你妈都敢呼来喝去了 张翠芝也不是吃素的 她反手就给了张杨一个大嘴巴子 和呸 哪个女人 那是市里来的领导 这话是张杨对着周围的路人说的 张翠芝明显没想到张杨会这么说 她刚要反驳什么 就被好事的路人接过话茬 指责她虎脚蛮缠 断送儿子前途 张杨恨恨地看了他妈一眼 也打了车离去 看到这番场景 我心里生起一股良意 张杨为了刘素贞 竟然能把他妈丢下 更别说其他人了 素素 你没事吧 浅浅担心地看了我一眼 没事 我咬咬牙 心里的爱早已经烟消云散 只剩下恶心和庆幸 恶心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同时 庆幸我及时跳出了火坑 第二天 去酒店的路上 张杨的脸都要笑烂了 以前我看到他这样 只觉得他是爱我 现在给我一种 他只是捕获猎物的快感 我强忍着厌恶 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张杨抱着我进酒店里的那一段路 我排斥极了 感觉我掉进了下水道 身上充满了污水 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到了结婚现场 亲戚们看到我 纷纷夸起我来 说我长得年轻漂亮 又有气质 这话被张翠芝听到了 他原本灿烂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不满 但是很快就被掩盖了 这是吃醋了 真恶心 我心想 作为我们的媒人 刘素贞当然也来了 他穿着一袭旗袍 依旧方姿绰约 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 不知是谁让的胃 让他和张翠芝坐到了一桌 刘素贞旁边是我的六姑父 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男人 张翠芝脸色很难看 但是强忍着 刘素贞全然不同 笑吟吟的 磕着瓜子聊天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刘素贞家 娶媳妇呢 果然是刘素贞到高一筹啊 昨天出了那样的事 都能这么泰然自若 真没想到他 还有两副面孔呢 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张扬 只见他脸色不悦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心下暗想 千千也在这个桌子上 一落座 他就磕着瓜子和众人攀谈起来 六姑 昨天我看到你和张扬 在逛商场 此话一出 众人脸色各异 刘素贞脸有点绿 不过比起张翠芝可好多了 对 他是我们单位的领导 大家喝水吗 我去道 刘素贞尴尬一笑 想赶快跳过话题 张扬现在升职了吗 怎么没听说 我看向张扬 好一个领导 原来和领导出差 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没影的事呢 就是昨天临时去商场 采购一批货物 不过昨天我妈也在 张扬说着就把球踢给了张翠芝 张翠芝不得不阴阳怪气地恩了一声 没想到张扬撒起谎来 一溜一溜的 要不是昨天我亲眼所见整个事实 还真的会被他给骗了 谦谦哈哈一笑 又带着众人往其他话题上赶 没过几分钟 刘素贞低头看了看手机 急匆匆离了席 我借口上厕所 也悄悄跟了上去 你是陈丽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我听见刘素贞的声音 没想到他还挺聪明的 有本事你就去公开啊 你以为我害怕 今天可是我侄女结婚的日子 她是出了名的母老虎 你要是闹了她的场子 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刘素贞冷哼一声 根本不屑对方的手段 母老虎 没想到我在她心里 竟然是这样的存在 姓陈的 坦白告诉你吧 那些视频 就是我教唆张扬拍的 没想到吧 就连她和她 妈的视频 也是在我的教唆下拍的 你们现在把柄在我手里 你最好别闹 否则 小心张扬把你的视频发出去 不知那边又说了什么 刘素贞留下一席狠话 直接掐断电话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去 没想到刘素贞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我按下手机录音停止键 等刘素贞出去 我才出门 一出门 我先跟刘素贞打了个招呼 谢谢六姑 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听了这话 刘素贞的脸色 充满了得意高兴 还跟我的六姑父炫耀起来 要我说 我家素素和张扬 就是两个人都优秀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知好歹 像个苍蝇似的 围着年轻人转 这话摆明了 就是讽刺张翠芝的 我悄悄注意着张翠芝的一举一动 只见她脸色越来越黑 手下的筷子也被她捏紧了 刘素贞越说越得意 甚至向张翠芝投去了挑衅的目光 得意吧 你这会越得意 一会就越难受 我又礼貌回复了几句 赶紧逃离即将爆发的战场 我前脚刚走 后脚陈丽就把刚刚的录音 和之前的照片发给了张翠芝 张翠芝看了这些 再加上刚刚被一通讽刺 又想到昨天商场里的事 她要是再好的耐力 也忍不住了 你这个贱妇 四五十岁了 勾引我儿子 真是臭不要脸 张翠芝直接上去撕住 刘素贞的头发 刘素贞没有防备 被这么一撕 发型直接乱了 她忍着疼痛 字牙咧嘴地 说你胡说八道什么 胡说八道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张翠芝愤怒地 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拍 一张不堪入目的照片 被摆在台面上 六姑父凑近看了看照片 立刻气绿了脸 她就着张翠芝 控制住了刘素贞 不由分说地 直接反手给了她两个嘴巴 你这个当夫 竟然能干出这种事 你怎么能打人 张扬冲出来 刚说了一句话 就被他妈狠狠弯了一眼 你到现在了 还在替这个剑 人说话 你就这么爱这个剑 人 此话一出 大家纷纷一片唏嘘 这是辟图 这都是假的 因为今天是结婚 亲戚来得多 还有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 所以刘素贞惊慌极了 她边说边哭 这肯定是有人陷害我 陷害你 你都五十岁了 谁陷害你 六姑父根本不听她分辨 直接又啪啪扇了她两个耳光 没想到平时对刘素贞宽荣有加的六姑父 打起来人来 竟是这样 都是张翠之陷害我 她和她儿子有一腿 被我发现了 才陷害我的 我是无辜的 斯 我听见周围的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简直是胡扯 大家别信她的 她就是个疯子 让我收拾她 张阳听到这句话 她冲上来就要对刘素贞动手 我有证据 就在我的手机里 不信你们打开看 听了这话 张阳抢先过去拿手机 但是却被六姑父和张翠之同时挤开 亲戚们见状 立刻把张阳控制住 不得不说 一个中年男人 和一个中年女人抢手机的场面 实在太过精彩 但很可惜 最终张翠之敌不过六姑父 落了后风 六姑父点开相册 用刘素贞的人脸识别 打开保密柜 一时间 张阳和张翠之 各种赤裸的照片视频 映入众人眼帘 看到这番场景 我爸妈直接气得抖了起来 我爸脸色铁青 指着刘素贞就骂 此时不打羹带何时 我上去先给了刘素贞两个嘴巴子 又给了张翠之两个嘴巴子 你们这些奸夫淫妇 竟然哄到亲戚头上来了 瞧瞧你们干的这些事 简直叫人恶心 我又冲到张阳面前 几个男亲戚把他按着 他毫无挣脱之力 见我过来 张阳惊慌失措 素素 你听我说 这都是屁的 我根本没干这些事 你相信我 我这么爱你 怎么会出轨呢 爱我 那你有一个前妻的事 怎么闭口不提 没想到事到如今 张阳居然还打死不承认 他听了我的话 红着眼睛怒吼 我就知道是陈丽那个贱 或 不毁了我的人生 他不肯罢休 素素你听我说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都是他们勾引我的 我真的没那种想法 他们都是五十岁的老女人了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他们勾引你 我冷笑一声 啪啪也给了他两个嘴巴子 你和你妈都能发生那种关心 还说他们勾引你 别恶心人了 就是他们勾引我的 尤其是张翠芝 他 他逼我的 听了张阳这番话 张翠芝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 瘫坐在地上 开始大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骂张阳没良心 场面太过混乱 还好我早就让陈丽报了警 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谁在打架闹事 谁是张阳 他们 是他们在打架闹事 警察同志 快救救我 他们这是非法拘禁 张阳还以为是酒店的人报的警 他患上一副受害者的表情 反咬我们一口 我简直气到吐血 这男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当着警察同志的面 我又对着张阳的脸 左右开弓 我叫你出轨 我叫你出轨 你个不三不四的东西 行了行了 我们都在这里 你还敢动手 估计是看到我身上 和张阳身上穿着婚纱西装 警察一时间没有上来阻止 直到我打累了 警察才缓缓开口 你就是张阳 你涉嫌故意伤害罪 和侵犯别人的隐私权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把我儿子 带到哪里去 你们谁都不许动他 我刚刚删张阳的时候 张翠之指知道 一个劲儿的哭 这会看到警察 要把他儿子带走 他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 去打警察 也被警察带走了 根据我和陈丽提供的线索 警察在张阳的手机和电脑里 发现了大量的私密照片和视频 还有诸多受伤就诊单 张阳被绳之以法 张翠之由于殴打警察 也被拘留了几天 他出来后 因为被人指指点点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没多久就被家里人 送到了精神病院 六姑父也和刘素贞离了婚 刘素贞净身出户 作为教唆张阳偷拍视频 和照片的教唆犯 他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谢谢你刘素 要不是你 我现在还被张阳拿捏着 张阳进监狱那天 陈丽特地在我单位门口等我 也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我和他握了握手 陈丽说他今天就要离开这里 去一个谁都不认识他的地方 重新生活 我点了点头 希望以后 我们都不要再遇到这种人 我们都要擦亮眼睛生活 我 我 我们就没听到